最近這幾年呢 這個疫苗真正是法媒律 上概觀的感情之一 不過這條呢 是信心援助人 在新町有一個登記 吃婚六十八歲還假 他是掃到出口才去便宜 醫生斤斷出是疫苗未期 蒸留有七公分 而且還點在的疫苗 沒辦法接受這個全疫切掉抽搐 新町代代婚姻的團隊 透過的主體疫苗是抽搐 把整個疫拿出來 把蒸留切掉之後 直到重新町裡面 在臺灣的疫苗治療冷協 是可以說非常重要的成功案例 十幾歲就開始吃婚 今年已經六十八歲 歷選時 過去一天就十三包婚 自年一直哭哭掃到病醫 才發現自己一定到八個疫苗 疫苗只剩六下 經過醫療團隊治療 目前已經順利出醫 在臺灣醫療團隊說 這次的使用主體疫苗是治療 治療移植其實它並不是真正的移植 因為它種回去是我們自己本身剩餘的肺部 那跟一般的移植是拿別人的肺部 種在身上那是不一樣的 把腫瘤切除之後 那剩下好的肺部 在種回病人身上 是應該算是全臺是第一例 困難大概就是大家團隊的整合 因為畢竟大家沒有遇過這個問題 包括麻醉科的配合心臟血管外科 還有護理師 還有我們胸腔外科這邊怎麼處理 我覺得這是比較困難的 出事後病患不然開學正常生活 也繼續打球 醫生提親民眾 這裡發現體重 鄉鄉病床 家鄉一直家嫂 有冠婉 甚至是出火 千萬不通託 要趕緊看醫生 另外把好友大家趕緊看醫生 接不去傷害自己的身體 記者對關河心臟報道